牛油果从11年开始在国内走红,但牛油果的价格并不便宜 单果的价格在7-10块左右,而且保鲜期短 那牛油果如何分辨生熟呢? 在这三颗牛油果中,像这颗表皮绿色的是还未熟透的生果 需要放在室温催熟,一般2-3天颜色就会变黑 当牛油果的颜色变黑后是使用的最佳时期 果肉呈奶油般的质地,而生的果肉是脆硬的 所以左边两颗是使用的最佳时期 变黑后需要放冰箱冷藏储存,否则会很快氧化,果肉会变黑 牛油果一般会做成沙拉、taco、三明治等 但除此之外,我想分享给大家三款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吃法 把牛油果切拌,剩下带合的一半放冰箱储存 据说带合的一半储存会氧化比较慢 但清测下来差异并不是很大 然后再敲一个鞍唇蛋,撒盐和黑胡椒 然后放进烤箱180度20分钟左右 刚出炉的牛油果烤蛋会非常的烫 但其实它得趁热吃 牛油果烤蛋的口感就像在吃热的冰激凌 烘烤过的蛋和果肉融为一体 清新的口感又带点咸咸的味道 就像把春天含在了嘴里 像这样用刀砍进牛果的果盒 再一转就能轻易把盒拿出来 把牛果切成小块 再倒入寿司酱油 记得这里不能用普通的生抽 再挤一点芥末再拌匀 准备一碗米饭 加入刚才切好的牛果 一块三文鱼刺身 但如果没有三文鱼也没有关系 这里的三文鱼一定要买刺身级别的 因为刺身级别是可以生吃的 而轮切的三文鱼是不能生吃的 像这样把三文鱼去皮会去得非常干净 而且不脏手 接着把三文鱼刺身切成小块 然后三文鱼也快到碗里来 再浇上灵魂酱汁 芥末味的酱油 最后撒上白芝麻 白芝麻可以丰富口感 这道牛果三文鱼盖饭就做好了 其实蘸了酱油的牛果 和三文鱼的口感是非常相似的 就算没有三文鱼 牛果盖饭依然很美丽 最后做一道口感非常清新的饮品 所用到的食材只有这两样 牛果和鲜牛奶 把它俩打在一起 就能做出非常可口的奶昔 当然你也可以加点其他的蔬菜 或者是水果 牛奶中加了牛果后 口感会变得粘稠 而且奶味中会弥漫着一股清新的味道 如果牛果买的太多 已经开始氧化了 那可以把它们像这样 打成饮品来解决 牛果属于高质低糖的水果 它的热量并不低 所以一天吃半个到一个就差不多了